前体育主播傅达仁被发现罹患了胰脏癌,生命只剩下两个月。 而上个星期,他在脸书透露,在家人的陪同下,到瑞士的安乐死机构,寻求评估执行的可能。 但是,卫福部强调,现行有安宁缓和条例,病患可以选择临终不急救等方式来处理。 而且,安乐死也涉及到了宗教和法律等问题,需要再审慎演绎。 罹患胰脏癌,生命只剩两个月,傅达仁最近和家人到瑞士旅游展开最后旅程,并在脸书透露,找到全球唯一为国际人士安乐死的机构,如愿成为会员,寻求评估执行的可能。 但出国前,她曾经上诉总统蔡英文,希望修法让安乐死合法化,却得到需要审慎言议的回应。 收到卫福部回函,也认为有待社会凝聚共事。 安乐死要用这个方式来,算是加工处理的话,那可能外界都还有一些业力,它可能牵涉到宗教,有可能到哲学,或者是一些伦理的议题。 而长期推动善终观念的专家认为,安乐死是选项之一,但目前在国内不合法。 重点是,面对临终治疗,家属应该要和患者医师一起讨论可行的医疗方式。 医生就要非常清楚地跟病人,或者是病人加上他的家属一起来讨论我们后续可以选择的医疗选项。 那这些医疗选项,它的好处跟它的缺点。 譬如说,一个很严重的癌症,它也可以选择不要接受手术啊,那当然很快它就走了。 社会没有共识,未修法前,傅达人在台湾安乐死的愿望落空,他加入肯替外国人安乐死的机构,真要执行也得严谨评估,得先由医生检阅病例是否符合资格,可行后再到瑞士和医生见两次面,确定没问题才会开出药物,代价超过一万美元,执行过程约三个月。 记者综合报道。